今天來煮一個鋼果咖啡 我那時候敬它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的味道很兇猛 鋼果大家很少聽過對不對 其實要到這一兩年才會能喝得到 風味表現非常奇怪 為什麼很奇怪呢?待會我會講 今天是我們產區小故事第六一集 每次產區說小故事 結果都是大故事都特別長 然後都沒什麼點閱 趕快把這個影片先發給你喜歡 喝奇奇怪怪咖啡的朋友好不好 這個鋼果豆子我覺得滿有意思的 鋼果之河 鋼果之河最早發現的是誰你知道嗎? 1482年 由一個葡萄牙人迪亞哥發現的 探險探險探險 哇!有一條河耶! 哇!那個叢林看起來也太狂了吧 也就是鋼果最早被外界文明發現的一段 後來其實還是陸續有人去啦 其實我們每一集產區小故事 是不是都是跟列強殖民啊有關對不對 那個西班牙人嘛對不對? 很會開船就到處攻佔人家 那其實殖民的有幾個大國嘛對不對? 英國啊!法國啊對不對? 所以之後 英國人也對這個滿有興趣的啊 在1816年 英國有一個叫杜凱上校的 他也跑去啊 我是不是要探險一下這樣子 他就進去了 進去之後呢 嘿!GG死在裡面 為什麼呢? 這個叢林裡面也是滿危險的嘛 有滅擊啊 野獸啊 各種 於是他就死在那個叢林裡面 先煮啦 邊喝邊講哦 所以剛剛講到哪裡啊? 靠腰 死在裡面 哦!他死在裡面 呵呵呵呵 GG 呵呵呵 等一下煮完靠腰再講哦 先喝喝看 這鋼果之盒呢 大家可能平常就是什麼 一所逼啊 那些喝習慣啊 那鋼果一喝 哦! 吼! 味道怎麼那麼狂呢? 有點不適應哦 但是很正常的 其實我覺得是 你要放寬心胸嘛 待會我告訴你 為什麼他味道會那麼狂 好不好 後面會講 剛剛說到那個 杜凱上校進去GG了嘛 對不對 那你覺得英國人會因此就放棄嗎? 不會嘛對不對 按照慣例 他們是不會放棄的 然後大概過了50年 1877年 有個叫也是英國人 李斯文頓去探勘嘛 然後說 啊! 這棟尼羅河源頭啦 鬼扯! 後來有一個英國的記者 他覺得 這不對吧 他去求證你知道嗎 然後而且他也有深入進去 那個叢林裡面 結果怎樣你知道嗎 也GG了嗎? 沒有 沒有GG 他進去之後發現 哇靠! 礦產! 各種植物 各種動物啊 簡直就是一個寶庫啊 然後他就衝回去英國嘛 欸我跟你講 那個鋼果那塊土地啊 很厲害怎樣的 可是你知道嗎 之前不是說有一個上校死在裡頭嗎 然後又傳來奇奇怪怪的 什麼尼羅河鬼的 各種傳聞嘛 所以英國人就是對這塊地方 就沒有特別有興趣就對了 奇怪的消息太多了嘛 怎麼辦? 你發現一個寶庫啊 我一個人挖不動對不對 然後他很好笑啊 他跑去找比利時國王 然後比利時國王就 欸!好! 我們正需要 比利時國王雷奧波爾特 他就是在布魯塞爾開一個會議 這個會議的名稱叫做 國際非洲開發啊什麼的 就是殖民那個地方就對了 然後他要去的時候呢 他要想說 因為唯一所知 大家所知有情報的來源 就是這個史丹利嘛 對不對 所以他後來還是 委任這個史丹利有沒有 去幫他建設這個鋼國 這塊地方 我覺得這史丹利是蠻厲害的 毛皮、植物、礦物啊 各種資產嘛 建立了22個貿易點 這時候就是鋼國的 惡夢的開始 知道嗎? 因為那個時候是19世紀 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是不是各個強國呢 開始需要大量原物料啊 大量人力的時候 好多國家都是到處去探險啊 哪裡有資源 於是都歐洲列強啊 開始就那邊打來打去 打來打去 終於有一天 德意志的這個BISMAN 要跳出來 我們不能再這樣炒下去了 這樣是不對的 最近烏爾大戰 大家應該對那個弟弟滿了解的 他們其實都黏在一起 我們要好好的坐下來談 所以召開一個叫柏林會議 柏林會議還是協議 在幹嘛你知道嗎 我們彼此互相承認 你們在各個殖民地的佔領權 你懂那個意思嗎 結果我們兩個瞧一瞧 把他們家分了 那你不覺得 那非洲人不是很虧嗎 他什麼都還不知道耶 於是就這時候 鋼國被一分為二 一邊是比利時嘛對不對 剛剛前面有講到 比利時不是國王派 他其實是在那邊盡情的剝削啊 他根本沒有在做基礎建設 礦啊什麼好康啊都一直拿嘛 另外一邊 這個鋼國河以西是法國的 他們就說 那一塊地方是法屬赤道非洲 然後鋼國河西邊 然後我們這隻鋼國的豆子呢 就是在那個西邊的一個湖 待會我會講那個湖 就開始知名嘛 然後比利時人啊 他們進去這個殖民地的時候啊 就是先建立一個首都嘛 所以他們會有分 你看會有說 鋼國布跟鋼國金對不對 鋼國布就是什麼布拉薩 就是最早被殖民者建立的一個 類似日本人來台灣 搞一個總統府那種感覺嘛 所以就是那個地方的首都 那時候就是會需要很多 仆人嘛 然後那時候比利時人就開始說 他不一定給錢啊 他覺得 欸你那個非洲人都沒有穿衣服啊 我們這邊有一些衣服 歐洲人的衣服 他給你穿 就當酬勞去付就對了啦 然後非洲人一穿有沒有 他的同伴就 哇靠!好布林哦 有沒有 怎麼那麼厲害 這樣 然後同時在法國這邊 就是現在鋼國民主共和國這邊 也是一樣的情況 就是 接收到西方的這個思想嘛 你說改變內在很難嘛對不對 穿個漂亮的很容易 所以就產生一個叫薩普文化 1920年那時候算起 就在那個人均GTP不到1000美金的地方 然後他穿Armani啊 然後穿高檔定制皮鞋啊 然後 每個人都正裝這樣子 超帥的 可是其實在他們的內心裡面啊 他們其實是不喜歡的 二手衣來我穿對不對 雖然我在同伴面前很Bling 但是我心裡面不夠閃亮啊 有沒有 所以他們就是寧願去存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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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要買新的 目前最潮的 這樣 所以這個文化就一路傳下來 叫薩普文化 薩普在法語就是 類似衣服的意思 衣著打扮紳士的縫氣 所以會覺得很奇妙 在一個 可能也沒那麼常下雨嘛 對不對 要戴個傘 因為那個傘是搭配 或是拐杖 搭配 要戴帽子 各種 剛剛開始被執名 那是算一個啟蒙 然後後來一戰開始嘛 很多的鋼國人就參戰嘛 就去了法國 因為他們去到當地嘛 就跟當地學習了 很多士兵有沒有 打完仗 歸國的時候就穿了陣裝有沒有 就跟當地人都很不一樣 於是又更閃亮有沒有 哇 超帥的 這個他們很有趣的 叫薩浦文化嘛 所以你們覺得像他這種 他可能買一雙皮鞋要存錢存兩年 因為他們也不是什麼很會賺錢的人 這種過度消費真的是對的嗎 其實事情是一體兩面啦 我覺得有時候也許薩浦文化 是我們也滿值得學習的地方 這有點題外哦 敢不管就要講 當你無法改變這個整個大環境的時候 你可以先從你自己開始嘛 辛苦賺了錢 要投資在自己身上 有錯嗎? 雖然有點過度超過能力 但有錯嗎? 可能也沒有錯 在一個原心相同半徑 你畫一圈 其實裡面有千萬萬種生活方式 你可以選擇一個你最喜歡的 那改變自己是最容易的 至少在物資匱乏的情況下 這個內心是充足的嘛 至少自己會開心一點 所以這個 我覺得是不用去評論說 這個行為到底對或不對 好或不好 後來他們脫離了這個法國啊 比利時的管理嘛 就是他們要去殖民化 所以一度這個薩浦文化是被禁止的 那禁止的方式是什麼呢? 規定說 你以後你要穿某某服裝 然後這就引起很大的反彈啦 因為我這個個人自由嘛 我要穿什麼穿什麼 我拍咖啡影片穿吊嘎不行嗎? 可以嗎? 可以嘛! 虎記文化 這不是重點 他們逼著他們穿 可是那個衣服又不是真正他們傳統衣服 不是很好笑嗎? 這引起很大的反彈 然後最後當然還是解禁了啦 因為其實薩浦爾 是滿受當地人尊重的 大家至少覺得 你生活態度你是紳士的嘛 而且你是帶大家往正向發展的 所以後來還是持續到現在啊 這題外講太多了 好! 回到正題 薩浦爾文化你們有興趣 你們自己去查啦 我覺得滿有趣的 切回正題 剛剛說這個 被發現就是他們災難開始嘛 為什麼是他們災難開始呢? 你要想哦 假設我們的文明水平 跟當時的港國人都一模一樣 其實港國人應該算是 這個世界上 超級豪華人蠶餃啊耶 你知道有礦物 植物動物嘛 各種自然資源 包含他們現在 那一條鋼果河光耗水力發電 已經可以供應大部分地區的電力 所以你就知道 它其實 它是一個可以有多麼富裕的地方 它的礦產 光鑽石 蘊含量就是全球的30% 有2億克啦 2億 不是2克啦 2億 還有很多稀有元素嘛 菇啊 膩啊 金啊 幼啊 都是在港國 非常豐富的 但是為什麼一直重重重重重重 我們都沒有核到底 因為它們不斷的在產生內亂 殖民後 你以為世界就一片開朗嗎 沒有 殖民後就是 殖民者會把他的觀念 傳遞給被殖民者嘛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會有薩婆文化呢 所以當他們接收到 一邊是喊著自由民主 一邊喊著民主解放 兩個就會互相衝突啊 做成他們的內亂 反正就是他們持續有了兩次的 剛果戰爭 國民真的是好嘛 其實有時候 我們也可以有另外一些想法 可是其實造成蠻多悲劇的 這個剛果內戰呢 一直持續到2002年 然後才簽署了一個和平協議 在2003年呢 有一個咖啡合作師就進去了 因為戰亂嘛 原本被殖民的時候 是不是大片的咖啡莊園 全部都變成小農 都被拆散了 原始成立的成員只有兩百六十幾個小農嘛 一直發展到現在已經有五千三百多個 把基礎建設建立起來 就是讓他們變得慢慢變穩定一點 那為什麼我一直都還沒喝到呢 因為他們還是持續在打仗嘛 雖然2003年簽訂什麼和平協議沒有用 就前兩年啦 就稍微有一點點穩定了 可以把豆子運出來 所以我們這次就可以得到這一批豆子 那為什麼它的風味特別強烈呢 特別狂呢 我在猜啦 是不是因為以前 都只能透過它旁邊的盧安達 做少量出口 消耗的不是那麼嚴重嘛 因為你土地如果被過度的栽種 它其實會產出來的東西的風味 可是越來越低減啦 為什麼會進 我一聽到 哎!槓果 之前都沒有辦法喝到 所以它應該是會風味很強烈 結果一測 果不如其然真的風味很強烈 再來是 他們這個產區叫基浮湖 這個湖呢 它海拔是1460米 而且呢 這個湖是世界上 唯一三個 會湖底噴發的 火山噴發為什麼? 大地的乳水耶 乳汁有沒有 最營養的 會冒出來 滋養它附近的環境 而且那是在熱帶氣候 所以有土地肥沃 因為它原本就是一個保障的地方 然後海拔又夠 然後又沒有經過過度的開發 我覺得就是它這次為什麼味道 會這麼強烈的原因 即便是 這樣你有和平協力 但是其實 你想想看嘛 你進入一個常常在內戰的區域 是很危險的啊 很多咖啡生豆商進去 可能就出不來了 冒著生命危險 會稍微貴一點點 這個鋼果之盒滿有趣的 其實我們快賣完了啦 今天拍這一集 不知道在拍上消息 但是我覺得也要記錄一下 這件事情就是 就是我對鋼果這支豆漬的想法 也許明年還有機會喝到 今天產區小故事呢 就跟大家聊到這邊 反正每次我拍產區小故事 通常沒人看對不對 不管 我就是我的頻道 我要做什麼就做了 趕快把這些影片 分享給你喜歡嘗試 新奇味道的朋友 好不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下次見 掰掰